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这个股市之报 那今天这个行情 当然变成大家这样驚一下 今天算不知道要如何 所以有时候人家常讲这个惊弓之鸟 惊弓之鸟就是这意思 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昨天也讲过了 对不对你真的不会买 对不对下来 第一个台积电 联电 对不对 然后什么利基 联发科 就是这样 那你这个行情 说句实在话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个行情美国也同样 全世界也同样 吃太饭 吃太饭 你一定要去找一个便宿 不然你会出问题 你会记得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这样 自己吓自己 很多人拿着股票就这样子 惊弓之鸟 昨天当然就拼命卖 拼命卖了 今天又不知道怎么办 那今天不知道怎么办 你更要买 我讲真话 你当你不知道怎么办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要更要买 然后等到大家又开始 开始敢买了 你就要卖了 这个其实讲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 所以你今天应该怎么样 今天当然要买 大家今天走一个 走一个金工之鸟 金工之鸟 今天算不敢买 买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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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当然今天还是有些人会当冲 当然当冲客的话 今天没赚多少 也就溜了 也就溜了 所以今天一定会怎么样 震荡一下 当然震荡一下来说的话 那明天就不是这样子的 甚至这个 这个到了下个月 三月 又是一片大好 所以你现在目前来讲 说真的你要赶快买 然后礼拜一呢 又是放廉价 对不对 礼拜二一开盘 啪200多点 300多点 你看最近大概都这样子 台湾只要稍微假期长一点的话 那一开又是300点 一开又是IC设计 一开又是半导体 一开又是 所以说真的 你这个行情说真的 其实就已经他的一个logic 他的逻辑已经很简单 但是你明明知道 这么简单 这还要什么股票老师分析 你最近你几乎看到台湾 只要有连假 连续的假期 一开 你看过年你看 一开400点 对吧 台湾现在只要有连续的假期 台湾说真的现在要放什么假 我就不懂 我记得我们以前 30年前 我们在上电视的时候 当时 当时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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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六都要开盘 那时候礼拜六半天 当时还很热 到处去演讲 到处 现在你看 除了周休二日又连续假期这么多 所以说说真的 现在这行情这么热这么好 我是建议真的政府 这个礼拜六最好也开个盘 最好礼拜天都开盘 不可能 最好礼拜六能开盘 然后什么连续假期 说真的人家可以放假 股票要让他正常交易 这个 所以我常常讲说 价也不要太多 放假跟股票哪有什么关系 股票归股票放假 你放假 现在军工教人员 讲南天也没有在上班 每天在那边买台积电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偷买 对不对 今天这军工教 军人警察 你去问问看 军人警察 军工教哪个不是每天在那边买股票 不要骗 不要骗 对吧 国家的钱也要贪 国家的钱也要贏 那在那上班 你看那些军工教哪有什么事 每天就来 现在大家在那边 炒股 股串当中 对吧 军工教现在也在当中 对吧 对吧 长官看来就说 长官也在当中 对吧 说没 说没 我就不行 所以你就不要去担心这些问题 你现在最主要就是知道 要敢买 你不要一直去烦恼 美国怎样 美国怎样 我这样的说法 是怎样 看空的人 136天 36天 一会看空 一会看空 对吧 免贩好 所以就跟你讲 真的不会买 就是四大天王 净户一定是 上一级的 什么叫四大天王 来背一遍给我听 背一遍 我讲了一次了 台积联电 台积电涨一定会有一支 一定会涨 利基 那利基也一定会涨得比台积电更多 你就这么简单 那叫联电什么 最后的联电会涨 联发科也会涨 所以你这是四大天王 尤其政府在告 所以你真的不会买 只要大盘有拉回 真的不会买 四大天王 我已经说过 那你要会买的 对不对 不会买很简单 不会买就是四大天王 给他给他 什么叫四大天王 大盘拉回来 美国拉回来 台湾拉回来 四大天王给他给他 什么四大天王给他 对不对 你公务联合你 就是这样跟刺略 今天跌了100点 跌200点 最好跌300点 赶快 公务人员我教你们 你们现在上班 对不对 也在炒股 对不对 真的不会买 那你又比较忙的公务人员 台积电按下去一张 联电按下去一张 利基按下去一张 联发科按下去一张 对不对 政府 政府还花你 扮你薪水 对不对 还给你贪购票钱 为什么因为财政部长 买也在这 不会骗你 你要是 这是不会买的 要是比较积极的 比较积极的 我是讲真的 比较积极的 开门 对不对 我这说得几个变 说得已经 说得已经没什么是要说的 通知 孙中山 所以孙中山我觉得对中国没什么贡献 孙中山 我是觉得他对中国没什么贡献 到时候他讲的这一句话非常有贡献 孙中山 我们以前的 我们的钞票不是上头有用孙中山 所以孙中山代表什么 孙中山代表money 但是孙中山也讲了一句话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 同志 好不好 我已经讲过 30块上300 再叉叉叉 再叉叉倍 你就记住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 他以前是从500掉下来的 你看看他会不会到500 你看这股本也有小8.5亿 孙中山就做对了这件事 30块上来讲的时候没人要讲啊 你看看去年3月18号 3月18号没有人要讲 我就给你每天讲7到8亿 你看他在8.5亿的小股本 8.5亿 这怎么不会飙 飙成这样子你看看 对不对 还有什么创意 我今天已经讲过56X 56X 那我就跟你讲 这个都是比较会买的人 对 再不然四星KY 再不然怎么样 这个都已经耳熟能详 力旺嘛 力旺买了就要旺继旺久嘛 哎我讲话都没人要听了 你的电池够就做得不完啊 你又要做什么传散 我都说最近是不是要买点传散 不需要吧 应该不需要到传散 不需要 电池又转不完还转到传散去 好好好可以哦 比较会买的怎么样 这个我就讲的都恩赐的 5又是5到6亿 小股本4.9亿 你看4.9亿 亚信 大家讲 再不会买的三金亮晶晶 再加下去了 拉下去就加下去 拉下去就加下去了 金星科金豪科金虹 金星科真的要自己记住就好了 记住就好了 对吧 金豪科金星科 对吧 金虹 这个贺行买就买这个 会不会再一倍 这会不会再一倍 这一定再一倍的 为什么 为什么再一倍 主力跑不掉啊 我一直给你讲 主力这怎么出 主力怎么拉到这样子的怎么出 金星科金豪科金虹三金亮晶晶 这怎么出金豪科 这个这个这已经是common sense了 所以你说你不会买 你看这金星科为什么会涨才4.2亿小股本啊 你看这金虹为什么会涨才6.5亿啊 6.5亿小股本 还有什么 再不会买点石成金 对吧 军工教室内 军工教人员 你现在都在插股票 你别跟阿公你在上班 警察也在插 军林也在插 服役也在照插 金明 金明妈祖的 哪有在够 哪有在够 够前线的 同样插股票 现在在插股票 全民运动啊 为什么这样 我就跟你们讲嘛 你们那个炒股票 追股票的那种力道 说真的 那种追股票的力道 打共肥 共肥早就被你打挂了 现在军人也在炒股啊 谁不会炒股 这就是我们英明的小英总统 对不对 民进党 对不对 打阿公啊买响 买古苗多强呢 他会买啊 他会买下去啊 他会打下去啊 对吧 古苗你起到这样 爱扶 利基 四星家 我讲很久了 还买也是这样嘛 你去买什么 对不对 我正常不是来说 我说你 你这如果打回来 你如果没买 你后来又买不 你又买不 你看今天也创新高 点续又来 点续又来了 你看看 是不是 点续又来了 点续又来了 金虹 这个就是一级战将了嘛 你有什么好想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我讲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军工教人员就尽量的 要配合小英的伟大 好不好 小英 小英政府把我们的民进党的 这股票 台股 这我就跟你讲 他一定 我第一个是看到16800 我那时候在14的时候 我说以后一定会看 让你看到一路发 16800 那时候很多人不相信 真的来了 快来了 16800 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哎呦 陈老师啊 我那时候才14呢 那时候才14了 真的啊 那时候14一直站不上嘛 那14在那边站不上站不上 我就说你啊 这不是关卡 我说一定让你看到这个 为什么小英这位高兴 一路发嘛 一路发发吧 啊16800 有人问说16800 16800 看188 188 啊要两万吗 会就要两万 会到两万吗 我是感觉困难 哈哈哈哈 还困难啊 真的啦 我跟你讲 但是这16800 一定会像让你看到 这16800 一定让你看到16800 所以我那时候 一万四在那边 弄不上 弄不上 这一万四不会是关卡 有没有 我就讲 这一万四不会是关卡 我那一天就讲 一定让你看到16800 你看看 现在你说 16多了 16多了 那16800 会不会是关卡 16800 会不会是关卡 16800 一路发会不会是关卡 一路发会不会是关卡 当然不是啦 520就职前 一定让你看到 好不好 一定看到 最起码 基本扩打 那但是呢 最好怎么样 最好怎么样 188 188 那有人问我说 那陈老师会不会到两万点 两万点比较难 我讲话很准 你不要以为我乱讲 两万点比较难 两万点比较难 那你干嘛两万点 你188就卖了 卖卖 还早 对不对 现在16多而已 你188还早得很 还有两千点 赶快买 赶快买 那现在最主要是 你在买的过程当中 你就记住几个原则非常重要 把打老共的那种精神 现在金门马祖 也都在插股票 怎么在打共会 对吧 把打共匪 小英总统如果去巡视 你就暂时先不要按 好不好 小英总统一走了 赶快再追 现在军公交都在算股票 你不要骗我 你没算 都在玩 有的没玩 没玩你会亏大了 有啦 多少台积联电买一点 就对了 你再积极一点 就买一点利基 联发科 真的不会在 听陈老师的话 再积极一点 开媚买下去 买一点 开媚啊 开媚也买 开媚 那再更积极的就这个啦 再更积极的就这个啦 三金啊 亮金金啊 再更积极 所以很简单嘛 那再更积极 就亚洲我最大的买下去 再积极一点 对吧 再积极一点的话 就让他亦然忘 创意这样买下去 所以你看我这都 我这是不是都这样倒破 对不对 都能够倒破嘛 那再更积极一点就爱普嘛 黄冲人跟他积极一点嘛 爱普 真的爱普的七百万 七百万是算啥 爱普七百万算啥 同志都要七百万 跟爱普 所以这同志也是可以买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打共匪 我们前线的战事 打共匪的同时 也要常常的 奠念的我们的孙 我们的孙 我们的国父讲的 这几句话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买一些 同志买一些 买一些就变成了 有没有 国父快要出现了 我们的国父 那你说他这家公司的 这家公司的大老板 爱不爱炒股票 同志的大老板爱不爱炒股 爱不爱炒股 当然爱了 同志的大老板 最爱插股票的 你不要骗我 你谁人我不知道 这同志的大老板 谁人 国父的嫡孙 所以他会取这个名字 陈老师啊 你软贡 真的啊 我没有骗你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 开妹 我就跟你说嘛 这个也很好 为什么很好 不会结束的 他没那么快 拉回来就买一点 他长太多 长太多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再买 对不对 有的人问我说 陈老师啊 开妹会不会上200 当然会啦 我跟他 大盘没到200 他先到200了 大盘比较慢 因为台积电 还是会跟着整个 全世界嘛 开妹都不一定了 那为什么 陈泰明的重点 今年的重点 他可能不见得在国具 国具反正工商时报 这个工商时报的记者 经济时报记者 每天都是国具的利多 你就不要再烦恼 国具的利多 所以国具 我常常讲 陈泰明是把工商时报 经济时报都给他买通 每天都一定是国具的利多 一直写一直写 所以又说外资又上看什么的 我跟你讲很奇怪 而且那个工商时报 经济时报 会写国具 写国具的利多的 永远是那个记者 永远是那个记者 你去调出来 永远是那个记者 他就每天都在写 国具的利多 写被通言见的利多 是不是他手上很多 就不知道 就一直写就对了 工商时报 经济时报的记者 他就写下来 为什么他都买好了 这很奇怪 反正这个IC设计 你就记住 你真的爱买台积电的人 你就创意买一点 永远记住我讲的话 爱买台积电的人创意 一定可以买的 爱买台积电的人 利基一定可以买 爱买台积电的人 4000KY也是可以买 你就把这几次 把它记住了 那力旺会不会涨 力旺 你说力旺 力旺只要遇到跌 就可以买 你听懂我的话 力旺这支股票 只要遇到跌 跌就可以买 你听了懂就听了懂 听不懂就算了 力旺也很贵 力旺 以前100块没人要买 你知道现在力旺多少钱 所以要做力旺的很简单 量说跌就可以买 最好第二天再补 反正我不能教大家太多 因为我就跟你讲 力旺就是可以买 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边傻傻的 那像这个 那像这个怎么买 这个怎么买 这个怎么买 亚信这个怎么买 这我也是第一个讲的 亚信就记住我讲的 分盘的时候买 等到正常的时候 你就等着赚钱 好不好 记住我讲的 remember 分盘 陈老师 去那去用分盘 感官意思 点续嘛 感官 分盘的时候买 等到他正常交易的时候买 为什么 因为你这股票是买不到的 像这就买得到啦 那这买得到怎么买 这买得到怎么买 这买得到怎么买 买得到很简单 就是拉回的时候买 那如果被分盘了 涨太多 像亚信 像点讯这个的话 太强了 这又太强了 太强的话 记住 分盘的时候可以买 等到正常交易的时候就买 这样有没有很清楚 不清楚吗 有没有很清楚吗 清楚 所以我就跟你讲 那高端疫苗 涨停 跌停 再涨停 所以那种股票就是 后面有一群人嘛 什么样子 中天也是一样啊 听过去 中天就开始叫了 为什么 你要有点联想 你不要去管中天合一 是不是有什么糖尿病的 什么什么鬼扯 那些是内线交易的 反正那些生气 永远做不出个东西 永远赔钱 永远在那边放利多 放利多就一群人 一群特定的人士 我们这样讲 所以生气是特定的人士在玩 什么叫特定 他在拉涨停给你看啊 高端疫苗谁有啊 当然是公司的大股东嘛 不然谁会有那鬼 对不对 像你之前那个也是一样啊 中天合一谁有 那一定是大股东在里面炒股嘛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 他一定就是 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那些交易 对 利多怎么样 一写一写怎么样 八八八八八 是什么 整买有 对不对 落下也就是八八八 也不知道在落三 那会跌停 那继续不要跌跌 跌停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 你就不用太去在意他了 你那个就像买乐透一样 你刚好让你买到高端疫苗 买到跌停还是涨停 你也不知道 汉讯也是一样啊 你说他有什么 有什么 你不要去听那些了 我这个比特币怎么样 汉讯就半半半一的去顶 然后跌停 那这个这种股票是怎样 他一定是里面怎么样 就是那一群人在玩的 所以你看他要登上去也没亮 下来也没亮 上去也没亮 所以这种股票 你就不用去理他了 那你要多买一点什么 我再讲一遍 多买一点什么 我刚才跟你列举的那些 比较正常 因为那个才能够赚到钱 所以像亚信这个 你就记住我讲的原则 分盘的时候可以买 那正常交易的时候就卖一下 那像这个就跌的时候可以买 跌的时候可以买 涨的时候就给他卖一下 那像这个怎么样 分盘的时候可以买 分盘的时候可以买 对 分盘的时候 陈老师分盘的时候怎么买 分盘的时候你就挂 五分钟十分钟 一盘挂着 等到正常的时候就卖 正常的时候卖 我陈老师真的讲真的 那你在最近的这个行情里面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 一些特定的股票 什么叫特定的股票 还没涨 还没涨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我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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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记住 我讲的几个重点 我陈老师举凡 讲过的股票 你卖掉了大涨 陈老师啊 我卖掉 真的啊 我讲的是真话 反正我就跟你讲 点序你知道这支股票 点序 那这支股票 你给我注意就对了 我这边给他写个点序2.0 点序2.0 我以前讲点序没人要买 真的 我以前讲这点序 点序 25元 25元真的没人 25元 25元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 你知道现在多少 90了 真的啊 在这边啊 没人理我 点序啊 这什么冷门股票啦 好冷喔 这怎么冷到不行 怎么冷到不行 25元 你知道现在多少钱 我还是会到100 涨4倍 你看现在90 现在真的90啊 真的90了 好不好 你注意就好 有一天啊 你绝对会涨上天 你就把它记住了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现在你要回过头来注意一些那些 那些游戏哦 游戏你知道吗 有时候生计在标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游戏 就这样子 这两个族群很奇怪 生计在标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游戏 然后细晶圆在标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被动 然后被动在标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细晶圆 我这样讲 你有没有一点连贯性 有没有一点连贯性 然后台积电在涨的时候 IC设计就涨 然后生计有点在动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生计在动 中天合影在动啊 保龄附近啊 高端游戏 要注意什么 要回过头来注意什么 游戏了 游戏就不要我讲了 什么像啊 什么的 什么罐啊 这个不要我再讲了 什么龙啊 那另外的 你要注意一个重点 细晶圆在涨 比如说中美晶环球晶 在涨的时候 你不能一直去追细晶圆 你回过头来要注意什么 要回来买什么 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 今天在标国际华星 可是回过头来买点什么 中美晶环球晶 我这样讲 有没有很clear 很清楚了吧 那台积电在涨的时候 买一些什么IC设计的 今天在说真的 叫你再追点序 说真的也不太对了 好不好 我这一边给他写点序2.0 我们做参考 有一天 各位投资朋友 电子股 中低价 小股本 业绩大爆 才会狂飙 才有倍数 好不好 那今天陈老师 把这一支股票 送给大家 Oh my God 我希望 大家有一天 你都能够 真的 我讲真话 都能够买到点序 都能够赚到点序 好不好 那今天这一份 就要送给大家 那另外陈老师 今天呢 要给大家一个 最大的折扣 麻烦大家 要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卖向新世代 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业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投资的制胜关键 买进未来的机会 再拼人生高峰 请直播 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听陈老师一句话 你这边要敢买 而且要很敢用力买 我跟你讲 1680你马上就看到了 我不会骗你 我乖 我没消息 你不要在那边 自己吓自己 而且要买 我跟你讲 叫人家买多一点 人家会恨你 你到时候上去了 你就知道了 我都没 所以你看我陈老师跟你讲 我都马会给你暗示 革命上位成功 30块 30块 对不对 凯旋大赚 各位才多少钱 亚洲我最大 点词成金 今天给大家 Oh my god 好好把握 谢谢 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